大家好,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宿舍 我住在Frieder-Glenstadt 21号 所以现在你们可以看看 这是我的宿舍 我的宿舍不太大 但是我觉得不是小 所以我觉得很合适 这是我的衣柜 衣柜我觉得比较小 因为有时候我的衣服太多 所以衣服放不下 这是我的箱子 箱子太大 我坐火车的时候太麻烦了 因为很多人火车的时候 把箱子放在椅子下面 但是我的箱子太大 所以它放不下 我觉得很麻烦 很不方便 这是我的用电词的鼓 我的打鼓是我的爱好 所以宿舍里有一个鼓 所以我差不多每天打鼓 但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鼓 是一个用电子的鼓 那为什么我有一个用电子的鼓 因为这个鼓比普通的鼓安静的多 所以别的住在这里的人不听到我打鼓的话 所以他们不觉得不方便 他们不觉得很麻烦 没得再打鼓 但是他们不听到 他们听不到 所以对我很合适 现在我们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前上有什么东西 这都是LBs 但是这不是我的LBs 是我爸爸的LBs 但是他 我问他的时候 爸爸我可不可以 把你的LBs 在宿舍里挂在前上 他说好 我觉得不可以 因为我很喜欢我的LBs 我觉得很漂亮 所以我应该 把LBs里面的东西出去 因为他不想 我爸爸不想 我把LBs的关盘挂在前上 所以我只有LBs的正面 但是我觉得很漂亮 特别 这个我觉得很漂亮 是Pints的LBs 但是我觉得很好看 你们觉得呢 那我的俗世的里面 没有很多中国 我汉语中文的东西 但是我只有 这个两个旗 旗包 或者旗我不知道 是刘彦洞来 柳文大学的时候 他们给我们这个